大家好 我是學長 洪西咖啡又稱之為塞翁 意思是一個很有傳統的咖啡器材 也是學長剛開始學咖啡使用的器材 所以學長一直對塞翁一直都是非常有愛的 也一直在推廣洪西的新煮法 希望讓更多人都能使用塞翁壺 那有些人會覺得塞翁壺的風味層次 沒有手沖那麼豐富 那這個觀念是正確的嗎 讓學長為各位解答 那洪西湖是全浸泡系統的咖啡沖煮工具 當然會在手沖的濾泡系統會有明顯的差異 再加上洪西湖底部是有個樂園的 因此整體的萃取率相比手沖來說就會比較高 因此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如果裡面有控制好你的時間和研磨度 就會沖煮出比較多的口感 也就是body的部分 導致於整體喝起來厚實感會比較顯著 但是前半段的香氣和果酸 就沒那麼明顯 你就會給人層次感沒有那麼顯著的印象 但這其實並不是洪西湖的必然 而是受到傳統手法和豆子的影響 因為洪西湖的歷史很悠久 在還沒有精明咖啡的年代 那時候的豆子的烘焙度比較深 主要喝的是它的甜感和韻味 因此洪西湖的煮法 就變得不那麼強調香氣和果酸了 但其實你只要控制好溫度和時間 利用攪拌來控制萃取率 你仍然可以做出足量的果酸和香氣 自然就可以和其他沖煮器材一樣 富有層次感 那其中最重要的是控火和控溫 那大家可以參考學長之前的影片 裡面有非常詳細的介紹 都可以幫助大家煮出非常好喝的賽翁 那今天190秒就說到這裡 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問題就歡迎發問 也不要忘記推薦朋友學長的頻道 讓我們更科學更有邏輯的學習咖啡 那今天就到此為止囉 掰掰 拜拜 好